台上的乐团热情奔放的演出 让整个三支驱宫所在上周末 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在这个月的28号 由三支驱宫所主办 与在地的湖城社区承办 在驱宫所的五楼礼堂 举办仲夏之夜音乐会 而这一次除了结合现代流行音乐 让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热闹之外 更请到了国家交响乐团的 竖琴首席谢轩 让在场的民众听的是相当的陶醉 有这个机会能够到三支 回来三支演出 那我觉得这次音乐会很特别 就是说他除了三支的 老中青三倍的音乐家之外呢 他还有涵盖了三支的新移民的音乐家 或是艺术家 那我想很多人或许知道 三支现在已经成为 很多艺术家或音乐家移民的地方 那他是一个艺术之乡 很兴奋很开心 就是很难得有这次的机会 可以回来三支开一起办音乐会 那因为一直在外面求学啊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而且三支这次很感谢区长 区长的大力促成 让我们这些三支的音乐学者 有这个舞台可以表演 在三支区公所的五楼礼堂 不少民众为了体验这场音乐会 更是将整个场地寄到满场 超过三百位的民众都为了在周末之余 也来让音乐放松自己的心情 而主办单位三支区公所也表示 希望借由多元的音乐文化 让地方的居民更能够有个愉快的周末 最有意义的就是说 今天的演出者 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三支的我们的子弟 那他们常年对音乐这方面的一个专严 那把他们的专严的成果 今天借这个机会 来分享给我们三支的乡亲 我们的成员 我们演奏者 大多是来自于我们三支的乡亲 除了有我们的乡亲 而且这些乡亲都是非常优秀 所以我结合他们来办这场音乐会 每一次音乐会都要花很多的钱 那我们这次是用最少少的钱 来准备这场音乐会 大家都是有情赞助 从28号的晚上开始 连续三个小时的演奏 不管是年轻的热舞表演 还是古典的弦乐演奏 都让在场的民众 陶醉在美丽的歌声音乐当中 为这个周末带来不少的艺术气息 记者许端一三支采访报导